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从来没有喝 没有人在 说明我们喝的还是有点少 好 今天就是为了这瓶酒 然后配上哥尼的18年和格兰 Livet的18年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款酒的基本放送 然后我们回来盲品 圣贝本位于英国苏格兰斯贝赛产区的 格兰迪布尔附近的陡下悬崖处 这个品牌是由国际饮料的控股有限公司所拥有的 这款18年有在美国以及西班牙项目桶里面沉降了18年 酒精度数为46度 曾经获得2023年旧金山烈酒大赛的双金奖 格兰哥尼因为是几酒厂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820年 位于斯贝赛地区 一个叫格兰哥尼波尔的地方 是属于麦克朗的酒厂集团 这款格尼的18年采用了35%的first fill 美国波本桶 15%的first fill欧洲雪梨桶 和50%的second fill的雪梨桶 酒精度数为43度 我手里的这款格兰迪布尔十八年 是一个新版本 由在first fill以及second fill的美国项目桶 和雪梨桶里面沉降了18年 酒精度数为40度 好 这三款酒的基本介绍 已经给大家放松过了 有期待吗 其实挺期待的 因为我一直还 我有看到这个酒 但是从来都没喝过 你这么放它 在格兰雷维是吧 和哥尼是吧 这种风神的酒面前 那就是看它 它的水准能到哪里 好 那我们今天就把行业标杆拿出来 比一比 看看能不能被别人打掉 请导演赶紧帮我们把酒倒好吧 咱俩不是在形容格兰雷维十八的味道吗 我觉得有点像格兰雷维十八 我觉得导演应该不会吧 我真的觉得这个像十八的味道 对啊 咱俩这一形容格兰雷维十八 不是 我觉得后面好甜 呀 它这水里桶味道 很重 有点浓了一点 嗯 太太甜了一些 嗯 嗯 嗯 我觉得它整体的那个 层次啊 嗯 跟长相的方 真的很像刚刚里维十 但是我觉得它稍微偏甜了一点 我觉得格兰雷维十八没有那么甜 我觉得很好 就稍微甜了一点 对我来说 那如果是说它的甜度能够压一点点的 哇 应该这个酒是其实很漂亮做的 因为你很喜欢那个油脂感 它的油脂感很漂亮 它包括它的润度了 就入口的那个润度其实还挺好的 就是稍微甜了一点 你快闻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的味道 嗯 豆浆 嗯 豆腥味比较重一点 然后有点味化饼干的感觉 嗯 啊 好烈呀 这个酒的味道很丰富 但是我形容不出来 因为它那个 粒 因为我们刚才喝了这一个酒之后 太柔了 甜 然后重 然后再喝它 它的味道有点被压 但是它的 它能喝出来 它的整个的结构感 光盛结构了 对 它那整个的辣得非常的长 它那个味道 我觉得还行 还挺平滑的 但是因为我们刚才喝了一个很重的味道 然后再来喝它 会显得它稍微有点淡 我觉得闻完第一个之后再闻这两个 都没味了 味道都出不来了 有 有冰糖雪梨 这个才是格兰雷梅的味道 但是好像嘴里又没有溶开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格兰雷梅的味道 它是那种恰到好处的 它不会太重 它也不会太淡 它刚刚好的在那条线上 这就神奇了 都是18年 可以差那么多 这真的是 还是很好 还是很顺 这要不是格兰雷梅是吧 这应该是格兰雷的 我也是 格兰雷在他们两个面前 它比格兰雷更好 这个我觉得跟它 这个像加强版的它 不叫加强 过头了 过了一些 我所说的加强是不完美的它 有点过了 好 接下来答案的时刻到了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翻车 应该不会吧 翻车下岗 应该不会吧 中间是 不会吧 真的吗 真的吗 完了 要下岗了 这绝对搭翻车 这真的是翻到家了 一阵混乱之后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喝酒的顺序 一个是我刚刚拿到的 它叫做 Spy Barn 18年 150左右 然后第二个 格兰雷雷的18年 这个市场剩下 现在大概是130左右 130 140 对 然后呢 最后一个哥尼 哥尼其实贵的 贵啊 接近200 哥尼的18年 性价比没有很高 但是这个酒吧 你看我们第一次喝 第二次喝 今天应该是第三次去喝它 每一次 都有点惊喜 而且都 都会觉得它挺好 居然在格兰 那位18面前 我们俩变了最爱 变成了哥尼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然后今天这个 其实我觉得也是也惊喜了 比想象中好 好很多 就它的整体来说 它可能就雪梨桶味道上面 用的稍微重了一些 但是如果说 对于一些比较喜欢和甜口一点的 喜欢和重一点的 其实 对 它还很不错 而且它酒精感其实够猛 如果今天导演 第一个让我们喝 格兰雷雷 18年 也许今天我们的答案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它又甜 而且是我们刚开 而且它的味道是很冲的那种 它把格兰雷雷这40度的酒压到已经 就压到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就很淡的压 非常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们有朝一日有机会 一定要把这三瓶酒放一块 你看你猜的对猜不对 反正我们都喝了 得有上十几二十次 格兰雷雷雷 18年了 都没猜对 这也是一种挑战了 好 那今天的这期 世纪大翻车 就给大家坐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还没有散发进群的 记得扫一扫 右上角的二维码 我把你们带到群里 我们去分享每天喝的威士忌 好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